OK 首先多謝各位傳媒朋友 今天這麼短的通知 就失職我們這個記者會 其實我知道民主派裡面的各黨派 以及一些獨立的參政者 都是很多人想追訪的 關於今天這個根據《國安法》的濫捕的情況 所以大家才一起打算共同開一個記者會 讓大家不用這麼貧拖 今天出席的除了我是代表公民黨之外 大家看到有民主黨 新同盟 民協 社民聯 工黨的代表 還有幾位獨立的區議員 全部今天出席的都是他們的黨派 或者他們的相關 相同背景的組織 或者團體都是有人被捕的 今天 好了 介紹過人物之後 我就簡單講講公民黨的一個回應 首先今天聽到李家超局長在這裡說 這個很大毒的團伙 這些當然不是香港的語言 就是把香港 透過這個初選 就會顛覆這個國家的罪名 就把香港推向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 這樣說 那麼公民黨就覺得很清楚 誰是把香港推向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呢 就當然是沒有根據《基本法》行事的政權 就不是這個所謂擺毒的團伙去搞這個初選 另外我有兩點想特別提出來講的 第一就是 無論你怎樣去抹黑這個叫做擺毒的團伙 其實如果沒有人一票去選 這些計劃是不可能實現的 我留意到 無論是李家超還是李桂華 都特別強調 我不會追究那六十幾萬投票的人的 這樣其實不夠的 你這樣不是表示尊重我們 已經是受到《人權公約》和《基本法》 所保障的投票權 有六十幾萬人投了票 那另外如果九月要選舉 你要達到那個 他口中的那些結果 什麼顛覆國家的政權的結果 你也要有幾百萬個選民 是肯投票才可以的 所以今天這種行為 公民黨覺得完全沒有尊重市民獲得憲法 和人權公約保障的投票權 第二點我們想說的 就是他經常在那裡大吹大雷 說大家選了回去三人家之後 就會補決預算案 要逼令特首去辭職 他有沒有看過《基本法》49、51、52這幾條的呢 我聽李桂華說 喂 不是喔 你開車就準備打劫銀行 那我就可以截停你的車去抄你牌 這個舉例當然是比意不論 你用打劫銀行來等同要幾百萬選民 一人一票投出來 去完成三十五家這個計劃 這個是完全 就是風馬牛不相及比意不倫的東西 那現在你是當什麼 你當那幾百萬選民投票的 是一起去打劫銀行那是什麼呢 所以這個是完全比意不倫的東西 那49至52條呢 大家都不需要我在這裡多說的了 就是寫到明 是行政立法 這兩權呢 怎樣互相制衡 互相監察 在《基本法》寫得很清楚的 一些安排來的 而我今早呢 就最簡單的 初步做了一個谷歌搜尋 原來呢 政府在2005年呢 是答過一條立法會的問題的 當時的問題呢 就是講到這49至52條的運作 當時答的那個政府的代表呢 我忘記到哪個局長啊 就說 49至52條就是 完整地體驗 行政立法 怎樣互相監察 可以 特首可以解除 立法會的職務 而 立法會呢 可以透過兩次再選 而又繼續否決 財政預算案呢 是令到特首下台的 那當時的政府官員呢 其實是講得很清楚 這個就是最清楚的體驗了 就是我們這兩權怎樣互動 互相牽引 那這兩點呢 我是代表公民黨 特別想提出的 所以今天 李家超和李桂華那些說法呢 是完全站不住腳 我最後就是想講講 就是有律師樓啦 還有有傳媒機構呢 是受到這個警方 要求要交文件啊 這樣 那這個呢 是完全 真是莫視了 這個 法律專業 需要的保密 的 那個保障啦 特權啦 還有傳媒呢 那個 就是採訪的 需要受到保障的權利的 那我暫時是代表公民黨 是講到這麼多 其實你點出了那個問題的核心的 就是原來想贏呢 就是顛覆國家 就是贏議席就是顛覆國家 就是現在你可以推到這樣的結論的 那還有呢 我想呢 無論李桂華或者李家超呢 今天講的話呢 都是 我相信他們是故意的 是迴避了一個最核心中的核心的問題 就是無論你怎樣去抹黑這個民主派初選 或者35加這個所謂什麼 戴毒的設計 團火啦 這是大陸字 要適應一下的 那 你都不可以回避一樣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無論如何是設計都好 要成功落實 貫徹 執行 在地實踐 是要有那二百多三百萬的選民投票的嘛 所以我剛才一早就指出 就是他們現在這個雙理啦 是不是 但是迴避了這件事情的 所以為什麼我說他今天這樣抓了53個人呢 其實是對選民行使他們憲法和人權公約 受到保障的投票權 有很多簡直是老闆嘛 就是做老闆的權利都被他侮辱 就是這個意思啦 至於是個別人參加初選 我相信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 就是希望那些選民不要那麼投行 就是去選的時候 大家知道我們要選一些更好的候選人 是要支持雙普選的 支持這個法治自由人權 用法律來限制公權的 知道是誰的意思嘛 就是這麼簡單